國際獅子會300F區 在基隆市立文化中心 舉行年會暨會員大會 由年度總監紀乃正醫師 親自主持 本身也是和樂獅子會會員的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也親自出席參加 順暫年度總監紀乃正醫師 強大的募款和捐款能力 做出許多善事幫助更多人 連他也被募款 讓現場的師友們玩耳一笑 非常廢話的成績 他真的是熱心公益不落零空 不但這個很會捐款 也更會募款 因為市長也被他募 都一起猜 我不希望這個人 把這些募金 這個象徵性 像是 紀乃正總監的募款能力 有多強呢 擔任總監一年來 為國際救難基金募集了 80萬美元 是歷任總監最高 也為去年花蓮震災受損嚴重的 東里國中 向國際總會以及全台師友 爭取了6000萬的重建基金 因此謝國良盛讚獅子會 堅持公益心和各種慈善行為 宣傳到社會各個角落 這也是他加入獅子會的重要原因 更感謝師兄師姐及師嫂們的共同努力 讓基隆市更有愛更溫暖 這位師兄師友一起學習 在座所一直以來 所堅持的公益心 跟這些各種不同的慈善行為 能夠宣傳到基隆市的各個角落 因為我們深刻的感謝 而且感謝我們師兄師姐 所有的過去的這些努力 是最不簡單 最讓人敬佩的 那基隆市有很多的團體 我們都希望能夠跟師子會一樣 能夠做更多的公益 這樣子我們的社會才會更有愛更溫暖 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也對於師子會 在社會上的各項貢獻 給予高度肯定 首先我要說 活著沒有一件事情 比感恩更加重大 在這裡看到各位師兄師姐 以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青春 投入在社會公共的事物裡面 而且不管風吹日晒雨淋 堅定的心熱血的情懷 這都是讓我感覺到 師子會就是我們台灣 最重大的社會資產 也是鳳凰師子會會員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也特別感謝並且肯定 紀乃正醫師過去一年來 擔任總監帶領國際師子會 300F區的付出和傑出貢獻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